Hello 大家好 我是宇峰 欢迎收看本期视频 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一就是咱们的UFC游戏的一场超精彩的对决 那么这场比赛由我们的张伟丽对阵美国女特务 这个比赛的话也是一场非常有意思的对决 对手的话在赛前也是放下浩言 称这场打完让张伟丽回家做饭 回家种地 扬言要打费张伟丽 那张伟丽的话这场应约而来之后 听到这番发言 自己也是有些恼火 所以说这一场的话张伟丽应该是会套出震荡军枪和他干一场 我们刚刚到张伟丽这边刚开局 就是一轮暴踢 抓住对手又来了两发西顶 火气很大 刚开始的话双方剑拔弩张 张伟丽被放倒 哎哟 起来之后一个快速冲拳 这一轮组合拳打出来 对手的话也是不甘示弱 双方打的是难射难分 值得一提的是这个美国的女特务呢 她曾经是美国这个 坎萨斯州的一个搏击冠军啊 也是很厉害的一个选手 所以说张伟丽这一场对着她的话 并不能说能占到很多的优势啊 虽然我们张伟丽是世界级的拳王 但对手也是一个 呃 周际的拳王 所以说也很厉害 张伟丽这边一个又踢 对手稳稳吃下这一脚 又来一踢 漂亮 一个重砸 哎哟 这边吃了一个直冲拳之后 再次被放倒 对手这一场准备了很多东西啊 张伟丽这边能不能挣扎呢 在防守 自己的话现在是处于一个下风的 对手压制着 张伟丽这边在躲闪 这手放弃了压制 张伟丽站起 一个右踢腿 再来一个右踢 漂亮 一个重砸 两发冲拳打到 一个对踢啊 张伟丽这边是有点劣势 自己是被踢倒了 想抓对手 对手没给这个机会 这边的话是张伟丽 已经打到了一个压制的状态 但是对手也是成功的反制了一波 自己是占据上风 张伟丽这边很尴尬 只能说是慢慢的挣扎 漂亮 张伟丽这边挣扎出来了 而比赛时间还有40秒 这一场很紧急 双方这一场可以说是血战了 张伟丽这边还是保持一个高强度的进攻 右踢 提一下对手的小腿 没有问题 哎哟 抱住对手 哎哟 对手只直接把张伟丽放倒 再一次的放倒 张伟丽这边能不能挣扎出来 比赛时间 到了 我们的比赛时间是 这个彻底打完了 所有的回合都已打完 那么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回放 张伟丽的话 这边是第一回合有个直灯 应该是全场积分要高一些的 张伟丽 我们来看一下张伟丽的这个积分 到底是高还是低 由我们的裁判进行一个定夺 全场的积打分数的话 应该是张伟丽要高一些 我们来看一下 漂亮 恭喜张伟丽 张伟丽的话是以全场的积分优势 拿下了比赛的胜利 那么也是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本期视频到此结束 如果你喜欢这期视频的话 不要忘记点赞收藏和关注 那么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